北京要中的双与双文化模式的独特之处何在呢? 第一点,我们的双校式制度是实现双与双文化模式的一个实现载体和重要保证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以及逐渐探索向中学的延伸 每个班级都是有一位中方老师和一位西方老师共同的教学并进行班级管理 具体的说,两位老师会共同的备课,共同的授课,相互补充 记录学生的一个学习进程,并为他制定更加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方案 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学习社区模式也是合作教学的进一步拓展 让合作教学由班级拓展到了年级 要中的宗旨、理念与实践提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能力的世界公民 在这个过程当中,课程是重要的 设定课程之外的隐蔽课程环境要素也非常的重要 合作教学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点,双与双文化还需要制度以及体系上的保证 在我们学校教学方面,有西方校长也有中方校长 除此之外呢,教学与行政无限的合作 我们的双校长与业务总经理组成了我们的学校管理团队 那共同的去关照以及去管理学校发展和运行的每个方面 第三点,要中机构是双与双文化模式的首创者 在国学校主要还是去适应矿国人才流动需要的时候 要中的创始人就基于教育的本具和未来的教育形态 主动地创设了这一模式 今天我们可能看到跟随者众多 但就其起源,人要收回要中 这一点在巴斯大学的两位研究国际学校的教授 Mary Hayden和Jeff Thompson 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学校报告当中有所记载 他们将要中视为一类学校而非一所学校 以此来肯定我们在国际学校发展双与双文化教育模式当中 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首先解释一下合作教学 合作教学是要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显著的特征 那么在一个课室里面呢有一位中文老师和一位西方老师 他们享有共同的平等的管理学生的这样一个权利 当然呢他们也为学生提供非常高质量的合作课 随着我们的learning community 也就是我们的学习社区的开展呢 那么师生的比例呢从原来的可能两位老师去教会25个学生 一直到现在在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8到12位老师去支持所有的学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那么在合作教学里面呢 要中提供了非常多的合作教学的模式 那么在数学的科学的地理的历史的学科方面进行非常深入的这个合作的教学 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中西方老师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的翻译 学生会掌握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双语的术语 那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进行数学的10以内的加法的一个学习的话 那首先呢中西方老师会用中文和英文去解释 这个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 所以呢所有的数语 比如说加数加号等号和这个加法的算式 去怎么样用中文和英文去表达 学生都是要去掌握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操练技能的过程了 那英文老师会说2加3等级 那中文老师不会简单的去翻译 他会说4加5等级 所以整个的我们的教学 都是在这样一个教学的目标的围绕下去进行的 所以我们的中西方老师 我们的团队在每一周每一天 都会有非常严密的计划 去为学生保证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合作教学 在YCS Beijing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学生保证 可以做得到最好的工作 在我们的学生训统的方法 我们的学生训统使用学生训统 能够募集成的学生 和学生训统的学生 是成为我们的学生训统的学生 这些学生训统是 有多个学生训统的学生 和学生训统的学生 基于学生训统的学生 和学生训统的学生 和学生的学生 在学生中的学生 学生训统的学生 在学生通过学生训统的学生 学生就学了学生 在学生中的学生长 与学生的学生 工作的学生 成为学生训统的学生 就是第三次学生 超越的学生 实际上的学生 一样易对学生的学生 我又bbe 所处的学生 就是学生训统的学生 现在说一说合作教学的优势 那合作教学的优势是显然一见的 首先是这个语言的优势 那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进染的被滋养的 这样一个中西方的中文和英文的这样一个双语的环境 所以学生的语言是不断的习得的 所以学生学习语言或者说学习中文学习英文 不单是通过英文课和中文课 他还可以通过大量的合作课和这个日常的教学 日常的和教师间的对话 去进行这个语言的滋养 那第二块呢 其实想说是语言背后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渲染 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觉得合作教学 它传导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是它融合的功能 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中西方的价值观 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想法 产生在这个合作教学的这整个的过程里边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学生鉴别和沉淀的一个过程 当然从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 是培养学生这种独立的这种 人格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滋养 所以接下来我想到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拓展方面的功能 我们会看到呢 在整个的合作教学里边呢 有更多的想法的激发 有更多视角的展示 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区的 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想法 对文化的接纳和尊重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所以在这里边也培养了学生 广阔的胸襟 可以对其他的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尊重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t YCIS Beijing is preceded by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s and planning by the teachers within a specific learning community this includes the EAL specialists and may also incorporate a student support teacher as and when needed the core objective of collaborative teaching is the cre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engaging and challeng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our students this may involve two, four or even ten educators during a session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ir individual needs through this collaborative approach our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a particular topic most often presented bilingually that supports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lso enriches our curriculum this method allows for more effective differentiation and student choice our teachers in turn develop their approaches to learning through these 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 discussions and meaningful interactions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s far as possible ensure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expectations and also encourages consistent best practice within our primary learning communities here at YCIS Beijing so what is the life skills curriculum so the life skills curriculum goes beyond academics and seek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educating the students mind body and spirit how does life skills look in primary the life skills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week we dedicate one period of week to it which is bilingually taught where the children concentrate on their life skills and the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m we also have dedicated assemblies and also have dedicated monthly parent workshops how does it look in secondary secondary our lower secondary students have dedicated time for life skills twice a week so years seven eight and nine and our IGCSE program they it is integrated through PE courses and with our IB courses it's through their study skills hour we also have parent classroom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s of life skills last kids you can learn from hardships k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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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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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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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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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